大家好 現在我們開始第二次的講演 這一次的題目叫做轉變中的歐洲 主要是為各位介紹英國藝術公益運動 跟歐洲的新藝術運動 我們在上一個單元的時候 跟各位提醒過這事情 等於是一個概論 那就說明在工業革命之後 西方在他們的工業技術 然後跟社會上面所發展的變動 在上一次的單元裡面 我們大概提供了提示了這幾件事情 然後在這個事情裡面 其實跟我們建築發展 後續的發展有關聯的 那就是營造技術的變革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就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工人階級 然後他們對都市造成的一些問題 當然我這樣講並不是我這個語氣不太對 好像在扯備工人階級 而是工人階級的產生帶來的新的都市狀態 那這個都市狀態裡面 其實我們在上一個單元已經跟各位分享過 他們在那個城市裡面是很明顯的 是被剝削的 然後他們的居住權 他們都沒有辦法被達到一個基本的狀態 這個是我們上一個單元裡面提到的 在19世紀中後期的時候 他們整個社會碰到的問題 那我們在上一市的那個單元的後段的時候 我也可能提到在拉斯基這一位建築評論家 他當時看到這樣的工人在城市裡面 不論是在居住的條件上 受到了一個不合理的對待 然後在工廠也受到了不合理的對待 也主要就是那個資本主義 對人的那一種剝削那個情況 所以他建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議 那就是他們要脫棄這一個工業文明 工業的那個生產的體制 然後希望讓那一些功能能夠重返 到那個哥德時期裡面的那一些 輕工業的單位 然後他那些單位基本上呢 他們是以學圖制的方式來做一種訓練 而且在這一個生產的體制裡面 他們著重的是手工藝 因為手工藝的意思也就是說 把人的意志觀測在他的生產的產品上 那這個意思就是工廠的生產體制 它會讓人變成工廠裡面的螺絲釘 或者是齒輪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變成它變成非人化的狀態 但是手工藝裡面呢 那個人他是直接在操作生產 所以他的動作包括他的審美都會展現在他的作品上 也就是說他的作品會有他自己的痕跡 或者是現在的措辭可以說是個人的風格這樣子 所以他當時是想是這樣的 所以當時也請各位注意 拉斯金這樣的一個充滿人道精神的觀點 他本身也有一個另外背面上也有另外一個可以看到的一個態度 那個態度就是反工業文明的 所以拉斯金並不是把工業文明往前推進的人 但是很巧的是當他談論反工業文明的時候 他談論的是把工業生產當作一個體系 然後建議回到歌德 他著重的是人的智慧 人的能力的發揮 但是這個人的能力的發揮會變成是每一個人 就是當風格或者是個人的特色被呈現的時候 也代表著那一些生產體制本身會變成非常多元化 表現很多元化 那這個是關鍵 請各位注意 這個點就是因為強調個人化 而他讓拉斯金跟後來現代建築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那就是強調原創性 強調個人特色 會接在一起 那這個事情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事情也就是當你強調個人的創意 當下這一個人他的創意的時候 也代表著你反對傳統留下來 過去大家一直英雄的傳統 你懂一下 因為傳統是沒有個人的 它是以前歷史很多利民的人累積 可以形成一種共同的意見 但是現在那個拉斯金不知道說 他談論的離開工廠系統 他的那個意思就是 他可以被影射成對傳統的體系化的一種脫離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趣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我們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故事就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拉斯金不知道自己的意見上的正面 跟負面的意義的情況之下所發展出來的 拉斯金的這種人道精神 其實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很多人不論車是貴族 有些人有車隱之心的 都會看到工人在那樣的一個 非人類適合居住的環境生活 這個平民庫裡面的生活 然後社會無法給他救濟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有一種想要去補救的一個心理 那但是這個補救心理該怎麼做 那個時期裡面有很複雜的想法 那現在我們在我們的現代鏡頭發展的歷程裡面 有一個人這個叫做William Morris William Morris 本身就是拉斯金的學生 他很明顯的在他的學校裡面 他很認同拉斯金的看法 也就是說工廠的體系化生產的模式 整個生產的各種產品都被機械的設定 把它設定好了 所以不論是誰在開機器 或者誰在配合機器做一個補充的動作 那一個產品生產出來的時候 都是機器的同一個狀態 重複生產的狀態 那些產品沒有一直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的就是煞車餅就丟掉了 所以他們都長了一個模樣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沒有任何一個參與的工人的個性 會出現在作品上 因為他的個性出現在那個作品上 那個產品上的時候 他那個產品就是瑕疵品 也就被拿掉了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 就是他認同這種就是很個人的 一個那種聰明才華被約束的狀態 是應該被調整的 所以Morris在下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的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開了一個工作室 那個工作室當時是用三個人名的方式來稱的 那他們要做什麼工作呢 他們其實要做的就是類似拉茲金說的 哥德爾的那一種工藝工坊型態的一種設計工作室 然後他們這些人呢 他們個別去設計一些那種掛絲 就是這個畫面 這種編織的做法就是Morris最擅長的 就是Morris的作品 然後他的志同道的朋友有人做家具 有人在做那個時代 19世紀的窗口 常常有那個彩繪玻璃的那個構圖 那他們也有人在做那一種構圖 那一些構圖跟這一些家具 跟Morris自己做的這一種那種地毯啊 掛絲啊他們的構圖完全排除傳統性的音訊 就是傳統的語味他們都把它拿掉 然後他們都用自創的形態 所以這個就是拉茲金想要的 我就是前面說的 就是這些產品都充分反映 他的生產者本身的個性跟他的審美 跟他跟別人就是跟他與別人之間的差異性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呢 他就產生了一個新的一個狀態 那就是他們後來自己就聯合起來 稱他們自己這樣的一種 那種創意的理想 他們稱為藝術工藝運動 就是他們要把藝術跟手工藝 結合起來 然後讓他們的產品本身 能夠有一種獨立於所有其他既有系統的狀態 然後形成一種個人特色 然後他們也就是以個人的名義 開始來販賣他們的產品 Morris的公司發了大財 當那一些工人跑去工廠 然後被剝削 然後被困在貧民庫 然後一身武藝無法發揮 然後他們這些人呢 他們可以用他們的創意 然後他們深受那一些資本主義低 那種中產階級的人的喜好 他們的生產也變成是有作者簽名的 然後量產化的產品 所以它形成了一種新的一種工藝生產的模式 所以講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各位就要開始問 為什麼畫面上都沒有建築 就是有這樣的器皿 有椅子 有櫃子 有沙發椅 有這一些 為什麼沒有建築 Morris不是建築師 Morris本身他是一個工藝設計家 所以在那種狀態之下 他這樣的一個觀念其實也影響到了他們其他的朋友 也就是說他們要談自己的原創 所以藝術工藝運動 參雜到我們的建築的發展的很重要的代表作 這個是在建築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案子 這個房子叫做紅屋 紅屋的名稱來自於整棟房子都是用紅磚砌造的 就是用紅磚砌造的 然後全部沒有粉刷 然後這個房子是怎麼生產的呢 這個就是Morris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他的新居 他找了他的朋友 Philip Weibo 他幫他來做設計 這個建築師也認同他們的這一種藝術工藝的觀念 所以現在建築史上會把這個房子認為是 藝術與工藝運動的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那這個案房子 他基本上是在一個郊外的地區裡面去建造的 然後你仔細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的側立面 他的主入口是在背面就是在這裡 然後你仔細看這棟房子有好幾個地方 是跟當時比較認為有教養的 然後就是那個氣質良好的建築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過去的那個新古典主義建築 他們的第一個要求的原則 你要有氣質的話你就是必須是對稱的 然後你更要有氣質的話你的立面上面會出現一些豐富的古典建築元素 就是尤其是裝飾性的元素 所以左右對稱這個就是文藝復興發展出來的一個典範 然後有各種時期的圓 譬如說有那個柱列啦 有圓頂啦 有那個有那一些各種巴洛科啦 或是lococo的裝飾啊 那這一些就是一個有有有有氣質的房子 該有的狀態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要做這樣的方式的話 第一件事情他必須要整地 第二件事情的話他必須要把它的平面 必須要把它的平面變成對稱化 對稱化的問題就產生出來的問題就是 對稱化容易有三童的房間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適當的使用 對稱化常常會變成是一種虛張聲勢的狀態 要是為了形式上的完成 就是我現在看起來有兩隻手 其實另外一隻手是假手 然後只是為了表面對稱而已 你懂得知道 所以這個事情裡面會有一個矛盾 但是你要知道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要對稱 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宇宙 上帝創造的這個宇宙是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這個宇宙就散了 所以落在人體 落在動物 很多的那個形象都有對稱這樣 所以他們是以這樣的一個 維新師的方式去推論的 但是你這個案子裡面你會看到 這個案子幾乎沒有這樣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的房子直接用紅磚氣罩 然後部分刷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他所有的開窗 是從那個時代的人 紅時代的人來看 覺得他這個房子的開窗是亂來的 就是隨意的就開這些窗口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這一些窗 這些窗口啊 門啊 都沒有適當的裝飾線條來勾勒 就很像他們以前的窗口 都必須要有一些古典的線條 古典的樣式來勾勒 很像我們女生要勾眼線啊 要裝假睫毛啊 那樣的一個動作一樣 這才叫做窗口 現在這個案子裡面幾乎很多 只是一個洞 而不是窗口 然後他們的形體 然後各自飄走 升爬 升起來 所以這個就算在正面 仿佛好像在中央 但其實兩邊都不對稱 所以這個案子裡面有很多很 在當時的家族觀來看很隨意 然後所以他們認為 其實這個房子根本就是一個鄉村的房子 的確 韋伯是真的是把鄉村造的房子 拿來給那一個William Morris來住 因為鄉村的時代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像城裡面的 新古典主義者那樣 那麼愛那樣的一個外在的虛榮性 所以必須要做成很很很對稱 他的平面裡面 其實這個平面進來的時候 從下面這個後這邊一進來 下沉基本上是那個工作的狀態 後面是用人使用的 樓梯上來了以後 那個主人的居住在這裡 他的接待跟他的書房 就在二樓的這一些地方 所以整個的空間進去 其實動線是很很曲折的 然後他們內部的裝修 是盡量採用這一種很樸素 很乾淨俐落的形狀 但是請各位不要用今天的眼光 來跟我們講說 這個房子的這一些樓梯間 好像還有裝飾 你看還有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那個哥德斯的尖塔的形狀對不對 你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 因為到了20世紀初期的時候的現代主義 已經要求所謂的簡樸 就已經簡單到只用那個元素的圓形 你懂嗎 幾何的圓形 但是他們那個時代裡面呢 他們有一般的身體還是在傳統 只不過他根本 在藝術公益運動的過的那個時代裡面 他們連現代的痕跡都沒有 那個藝術公益運動跟那個 那個新古典主義的差跡 只不過是城市跟鄉村這樣 所以他們就是要從城市裡面的很充滿的 必須要遵循的規範 然後他們移到鄉村裡面 應事而做的事情 比如說在那種狀態 那個農村的人不需要花錢去粉刷 他搞的那個立面上有很多很文雅的線條 他不需要刻意把建築呈現出對稱 來產生很多不曉得該怎麼用的房間 他們直接用紅磚漆了就好了 然後他們開口的窗口 就順應著他們的房間的需要 裡面開就可以了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他們在這一些體型量體的變化上 他們是安示著內部的不同的功能 這個就是一個樓梯間 然後這個是不同的房間 所以他們開始在這個建築的立面上 會呈現很多形體的構成 也許農村的建築沒那麼講究 但是韋伯在他這一個紅磚罩的紅屋裡面 其實他的量體都某種程度反映了內部機能的差異性 所以這個是進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平面是那個樓層樓下的工作室 然後後面這一區就是他們的握房 下面是他的那個用人服務的空間 所以其實這個量體的構成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已經又製成一格了 如果我們從今天的後色的角度去看 你就會看到他已經很努力的讓建築的量體 形成一種構成的態度 就是他們開始自己組合他們的節奏感 然後他們變化 然後如果你那時候腦裡面覺得非對稱 就是不足以叫做次序的話 那他們做什麼你都沒有辦法接受 你怎麼會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韋伯他很勇敢 他就是很清楚的把這樣的一個非常有 自己獨特個性化的設計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個紅磚罩的技術 也反映出當地工匠技術的水準 這也是一種個性化 你懂一下 所以他的內部空間的組織 那也呈現了業主本身的那一種生活支求 跟他們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看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韋伯不論在平面 然後在形式在技術 他的技術完全沒有 你請各位幫我注意一下 他的技術完全沒有用到我們 上一個單元提到的缸構跟大面的玻璃 沒有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他用的還是跟新古典主義同時共享的技術 那就是磚器的沉重槍 然後所以窗口要開得很小 因為窗口開得很小太大了那個牆 他的開口就會崩壞 所以他其實還是在傳統的技術下 然後開始創造一個跟那個新古典主義的價值觀不同的一種建築的可能性 然後在這個可能性裡面 他把各部分的元素 就是業主地方性跟創作者的自己的审美的獨特性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案子最重要的代表就是 不是在技術上的陷阱 而是在開創了一個強調 很有自信的去強調自己的那一種創作觀點的情況 那就是這個就是跟拉茲金強調的那一種所謂的手工藝創作者 他們的一種個性的一種展現的事情是對應的 只不過拉茲金也許沒想到他的這樣的說法裡面 卻會出現一個看起來是完全不守規矩的案子 所以拉茲金應該對這個房子感到刺青 也因此那個藝術公園運動在那種狀態之下發展了 在英國發展了一系列 他們後來這個叫佛爾西的這個比較後面一點的 但英國很重要的這個時代的建築是他們叫做 他自稱他叫做Freestyle 因為那個時代裡面的建築 他們通常都必須依循 新古典主義的他們都依循古典語言來做的 所以有一種說法 那就是在那個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學院 他們在念建築的時候 第一個課程很重要的課程就是必須要念熟建築史 而他們念建築史的時候 他們並不是在像我們今天談建築史那樣 在分析不同時期的建築的形式的變化背後的理念 而是在談這種形式已經會變成了一個歷史的傳統 所以他們在被建築歷史 所以你想想看 能其實在我的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上個世紀 中後期 我們那個年代裡面念西洋建築史的時候考試 在學校考試的時候 老師可以很自在的出個題目給你 就是把那個希臘三大祝師畫出來 畫出來的意思就是 不是說到底隨便好像是樹苗畫畫那樣畫個樣子 而是你真正要分得出來說 那個祝頭祝身祝楚他們之間的尺度的比例 就是一跟多少比 搞多少比 然後柱的寬度是柱身的多寬幾倍 然後他們的柱身上有這什麼樣的凸凸起來 凸下去的溝槽或是融起來的溝槽 然後那個縣角那個柱子有幾條線角 你都要把它記起來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要把那一些歷史樣式的基本狀態都要背起來 然後你才能夠把它組織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它很像就是我們以前科技的時候 要把那個大學論語每一個章節都念得很熟爛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就給你們報一個料 就是在後面會講到 8號教育上來的時候 第一個教育課程裡面就是把建築室丟掉 他們覺得那是一個殯儀館 這是木乃伊 所以為了把人 那個年輕人做設計的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 腦裡面充滿了八股 然後就沒有辦法提出原創性的問題上 所以這個是那樣 所以在這裡 它這個Fresh style的意思就是 要跟這個羅馬樣師 希臘樣師 然後哥德樣師 那個反羅馬樣師 這一些所謂的樣師 再把它拿掉 它開始變成一個自由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個名稱是當時流行的一個名稱 它並不是一種跟羅馬樣師一樣 被放在一個建築室裡面的某一個章節 它真的Fresh style Fresh style的意思其實也就是說 他們的建築的地面的構成 平面的構成 他們已經非常自由自在 然後可以按照約束的需求 這樣的方式以我們後設的角度來看 那就叫做行隨機能 你懂得知道 但是他們還不知道這句話 這句話還沒有出來 只有我們這種能夠穿越時空的人才知道 所以他們只能說它是Fresh style 然後他反映他們的基地 他覺得這樣的配置是最好 然後最符合他的需求 他們的建築的力量 他可以很自由的 他自己去決定 他們他應該哪個元素跑出來 這個哪一個元素會冒上來 然後這裡談論的其實以後 我們的稱呼叫做構成的compensation 就是怎麼樣去組織一個量體的虛實 然後凹凸 然後呈現一個有意義的狀態這樣 所以其實那時候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其實就是以他個人很個人的想法 然後提供一個認為很好的狀態 然後他們努力擺脫歷史的規範 在他們那邊的影響 所以這個詩情裡面就是 在那個19世紀的後段的時候 他就開始變成了英國的一個很獨特的 的一種建築發展的形式 雖然這種形式 我們今天在建築史詩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明顯的讓你看到這個歷史脈絡的轉變 他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穿越時空回到那個時代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不算是一個絕對的主流 比如說 而是我們現在用後設的角度一去看 我們會發現他們一路在那一個當局很主流的新古典那種狀態裡面 他們開始萌芽 然後形成一種力量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但是請各位幫我注意 很關鍵的事情就在這裡 就是這些Frey Style的建築它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法國常立使用的剛構造的這一些 當時都在土木工程上 稱為很現代的工程技術 在英國都沒有被使用到 所以他們是在那個新古典主義的構造體系裡面所做的一種 一種叛變 你懂得知道 就是他們把那個古典形式把它丟到外面去 那在這個系統裡面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也許你們可以記得他的名字 叫做McIntosh 就是這個McIntosh 就是後來蘋果就是類似他的名稱 出了一種叫麥金塔 有沒有 麥金塔這個電腦早期的時候就是擅長做繪圖 所以他想的就是對應這一個人 在建築史上 在建築圈 有幾個建築師 小數的建築師 能夠改變一個城市的狀態 然後或者是幫那個城市帶來豐富的觀光利益 第一個就是McIntosh 就是他的很主要的作品都在英國的格拉斯哥 所以你今天去格拉斯哥的時候 你可以去他設計的咖啡廳 那個咖啡廳裡面就喝咖啡 那個咖啡廳被重新恢復他原來設計的樣子 在市中心裡面 然後他有他自己的自宅被送到美術館去 然後還有他設計的學校 很可惜他做了最好的一個建築藝術學院 幾年前四年前再三年前被火燒掉了 幾乎恐怕救不回來了 這是他們很可惜的狀態 那現在他留著一個被保護得很好 而且能夠充分展現他的特色的案子 就是這個叫做Hill House的那個住宅 這個住宅已經變成古蹟也就歸政府來處理 你可以看到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這個案子裡面跟 從牆面的說到你就知道 那是前面講的 幾乎就是傳統的購法所建造出來的量體 充滿了承重牆的異味 所有開口都是長形的狹窄的 以免破壞那道承重牆承重的那個機能 但是各位仔細看 這個房子裡面有很多形體的表現 就是這個圓桶一看就知道應該是個樓梯間 就是他本身冒出來一個挺 然後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往上走了以後 這一邊有一側是鞋屋頂 這一側一個看這個就知道這是個煙囪 古代的時候每一個房間 都主要的房間都有一個火爐 那火爐的位置都會傷同 都會連在一起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圓跟這個方 它暗示著樓梯跟火爐 然後這個火爐再退縮進去加上鞋屋頂 你就看到這個是一個居室 就是租宅的居宅空間的意象 所以這樣一路退縮下去的時候 到了這個地方 它甚至那個煙囪本身 跟它的這個後面自己的樓梯 又變成一個清清薄薄的一層的退縮 所以這種很簡化的退縮 讓它的建築的立面 有很豐富的形體構成的變化 所以整個案子就看起來非常活潑 你懂得知道 如果你在把那個信古典主義時期的房子 拿出來看 也許他們富麗堂皇 但是他們沒有這麼讓你感受到說 一種非正式的很有趣的跳動式的一種表情 然後變成一個很豐富的建築的意象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 你看這個車裡面也是 你可以看得到建築師 他很小心的透過牆壁 透過煙囪的這一種元素 跟牆壁元素之間的差異 然後來拉出他們不同的形體 所以所謂的free style 在這裡你就會看到 我們看到的所有這些房子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共同的一個存在點 那個存在點不是形式 那個存在點就是他們很自由的在舒展 他們對這個房子內在空間構造的獨特性 跟他自己審美的獨特性 你懂得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已經讀到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建築師他要做的事情 不是在比誰讀古代的書讀得很深入 而是現在要比你自己的眼睛 你的見點 你的想法 跟你的手的表現 那是審美的那一種能力 那這些事情呢 拉斯金也許會吃驚的地方就在於說 那這一些人的個別性跟智慧跟獨特的觀點 都被highlight出來的 這就是他想要的不是嗎 就是離開工廠的約制 然後他們就可以自由成長了 但是呢 當他們講出這樣的一種自由奔放的形式 其實沒有改變那個營造的系統 這個有可能就不是拉斯金想要的事情 你懂得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歷史發展上面的一個 也許我們可以說 在現代地球發展上面的第一個很矛盾的狀態 拉斯金建議我們從前進的工廠體系 退回去過去的歌德 然後當他這個觀點收到了Morris他們的認同 然後當他們把他的意識再做 也許叫做過度全失吧 然後他們把自我然後更長掉 然後當他們把自我更長掉的時候呢 他們跟整個體系性就開始形成對立 然後也許拉斯金希望他們對立的是工廠體制 但是拉斯金所沒辦法控制的是 他們就開始在建築上面跟新古典主義的學院的規範 開始對立起來 然後他們把傳統變成他們的對立面 然後他們脫離傳統 當然脫離傳統的意思就是 可能連歌德爾都要被離開了 你懂嗎 所以這個事情裡面 這次建築史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一個最重大的一個關鍵變化 那當然你現在也可以再填施一次 Megintosh在這裡 那麼努力的把各種的那一些製藥元素 火爐 煙囪 煙囪 樓梯間 那些元素把它凸顯出它的立面的構成 其實也可以說出他內心裡面想像的就是 哥德斯 只不過他又不願意變成像英國國衛大廈那樣 那個哥德斯那麼那麼積極化的呈現 所以他的哥德斯是留存在整個房子 有很多高所的那個元素來構成一個活潑的樣子 那個立面 所以但他的那個哥德元素就不一定都是非要監討不可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垂直的元素 抽象的垂直元素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雖然我一直在講 他的設計還是用古代的技術 但其實他已經有現代的狀態出來的 那這一個Pillhouse裡面呢 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那個室內裝修裡面的去傳統化 所以你看他的房子裡面其實就算是這一個 就是這根好像是撐著這一個休息區的柱子 那其實這個是裝飾性的柱子 但是你看到那個柱子上去的時候呢 他上面好像擴大又好像跟傳統的柱子一樣 要製造一個柱頭 但是這個柱頭是被鏤空的 然後變成好像一朵花爆的展開的樣子 非常唯美的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Megintosh在那個時期裡面 就像我們談 講那個日本人在講他們的服飾會一樣 在這個19世紀的時候 服飾會對歐洲文化的影響 審美的影響已經很重了 你懂我意思嗎 那Megintosh其實你今天可以看得到 他所有的裝飾元素裡面 其實都是跟那個花有關 跟那個線條有關 然後是他們的花的形狀 花的形狀 這個櫃門 那個衣櫃的那個門 然後這個是那個櫃子的門 裡面兩個花爆 這一些全部都是他原創的形式 而不是用歷史的樣子再複製一個 你懂我意思嗎 就你知道我們的廟宇裡面的很多的裝飾 都是歷史的形式裡面在重複的 那所以整個這個房子的空間 他幾乎不論是做成平面的構成 還是立體或是燈具 燈具更像日本人的燈具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已經把那個面 那個量體的完整性都拿掉 然後變成是線構成的狀態 所以這些事情裡面都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們 就算看到兩件事情 他們第一件事情很明顯的去傳統化 然後強調個人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在他們擺脫傳統的時候 他們能夠找來的靈感 或啟發 很明顯就是日本的服飾會會畫 你懂我意思 就是因為為什麼是服飾會會畫 而不是中國的那一些古代的話呢 因為服飾會會畫有一個特殊性 就是它平面性 然後二相度用線條來構成 而且它線條是明確的線條 因為我們用的毛筆畫的那種文人畫 寫意畫 我們那些線條都是流動的 但是他們日本的服飾會裡面 有很多的穩定性的構圖 所以也許就是因為這樣 給他們的一些不同的啟發 所以你今天去格拉斯哥的話 在格拉斯哥的大學的美術畫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類似他們把這個都放進去 當你去休號 休號這些都還在 休號裡面這個房子都還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一個代表的 藝術公益運動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狀態 整個的審美的質感 都已經跟新藝術時期的狀態 跟那個什麼 新古典主義的那個狀態是 幾乎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呈現了一個很唯美的 很清朝的 很二相度的構成的模式 這一些是我把它的highlight出來給各位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 幾乎就是浮世衛揮畫的狀況 那當然這不完全是的 然後看到這個牆壁上面的壁紙 他們做的這一些 這可能是種玫瑰吧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把花抽象畫的一種態度 像這一個也是 這一些線條都很漂亮 這都是Magintosh 那個時代的建築師其實蠻辛苦的 要做建築 還要做室內 室內所有的裝飾 這個椅子也是Magintosh自己發設計出來的 這一些也是他 這一些也是他 大部分都是他形成的 你懂嗎 所以他這一些案裡面就呈現了 那個所謂藝術公益運動裡面的一種很獨特的 的美感的狀態 但是你現在去參觀的時候 這個2019年我去到這裡來 他因為年久失修了 所以有一個建築師就提供一個建議 把他整修 然後整修的時候他們跟那個當局也談了一個事情 整修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整修 因為他那種粉牆 他以後還可以繼續被侵蝕為衰敗 所以他們想了一個好主意 整修的時候就搭了一個大的棚子 搭了棚子去整修了以後 那個棚子就不拆了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的時候 這個就是現在的樣子 一個被關在籠子裡面的古蹟 然後我們就在這一個櫻架上面走來走去 就是像這些人一樣 就是在那個房子的四周 好像這籠子養了一隻星星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走來走去 你可以走進去 然後再走出來 然後繞著他四周這樣看 他們準備這個籠子要放好像要好幾十年 然後再看看未來的那個保存技術能不能更好 他們再決定要不要把它開放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狀態 他就他叫Hugh House 其實在那個整個的社區 他就叫外的社區 他的位置比較在高的地方 我們開車進去的時候就平了 其實後來我們往下面的房子走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他是在一個小球上面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 這是Making House裡面最好的房子 那所以這個我想給各位做一個對照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 現代主義的觀念的開端 他不完全叫做現代主義建築 請各位幫我注意一下 就是他是現代主義的 形成現代主義的第一個觀念 他這個觀念裡面我剛剛講 建築還是很多傳統的元素 在上面像沉重牆這些邪屋頂 基本上新古典主義上是那個大學 剛剛提過這一個美術館 這個房子裡面是左右對稱的 然後這個房子的柱子 基本上是古典圓的柱子 雖然有一些事情是新的 但是量體上面必須要補一些線角 那就是傳統的規範 所以他還用了一個萬神殿 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以他的入口拉一條紅線過去 你會發現他完全不對稱的 然後但是他就是能夠圍出一個很好的庭園出來 所以他是按照那個基地的基本的狀態 在合理的狀態裡面去發展 所以他自然形成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也許過去的人還是有某一種 沒有辦法清乾淨 清乾淨因為你知道 當你從一個舊時代出來 你要跟他抗爭 其實你所有的知識都是舊時代養成的 所以你能夠擠出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全身都擠掉 所以在整個時代改革的那一些巨人的身上 我們通常都會看到他的身上最少有一半一半 新的一半舊的 因為他正在擠出來 所以他擠出來的那個新的部分 啟發了後面的人 後面的人就容易全身處在新的環境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這樣的差距 所以這個是這樣對稱的 所以這裡我們要跟各位說 鄉村對古典 然後 質樸對華麗 這些你都應該可以懂 不對稱對對稱性 然後原創性 這個才是最重要 原創性對英雄的狀態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請各位 如果你對東海大學貝利敏做的那一批房子 第一期的房子 有印象的話 你就會發現當年為什麼那批房子蓋完了以後 陳大的很多年輕學生 趁著貝利敏來台灣的時候 在陳大做演講的時候 他們要問他說 你為什麼在東海 你在美國做那麼現代的建築 為什麼到東海蓋出來的房子 他會變成很像傳統性的房子 你懂一下 當然貝利敏會告訴他們說很多的細節 其實是怎麼樣 然後也談到說很可能他也會考慮到 那個中國跟西方的那一種關係 該如何被建立下來 其實以我的觀點來看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像 全新的中國的現代建築是什麼 請各位原諒他 那時候他也三十幾歲而已 所以那個時代裡面 其實他用的比較像是 英國藝術共運動的這一個點 就是用中國的非大傳統的建築 那他用那個中國的鄉村型的建築 來取代大傳統的那一種所謂的 那個古典式的那一種建築的做法 所以他的東海的系統的房子 比較像中國地方性民宅的感覺 而不是那一種大傳統的那一種供電式的狀態 所以他大概能想到的 大概就類似這樣的一個形式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 那你們可以參考 然後這個事情有趣的在這裡 對讓那個納茲金更吃進的可能就是 英國藝術工藝 藏掉個人化 藏掉他們的原創性 去傳統性的那種做法 當他們被歐洲西歐地區 英國是跟西歐是隔了一個海峽嗎 尤其那個時代裡面呢 藝術家的活動最蓬勃的就是在法國 所以在法國的部分裡面的一些年輕人 當他們正在思考如何要去對抗著他們的上一輩 然後反抗他們所控制的所謂的新藝術的狀態 再不是控制的新古典主義的狀態 他們正在思考怎麼去反抗 因為巴黎那個時期各位從上一個單元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時候巴黎鐵塔已經出來 然後巴黎的社會的活動 然後各種新的潮流都在那一邊那個發展中 所以他們正在思考 因為你知道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常常活在一個繼承的傳統裡面 我們一直出生在那一邊 就是很多人我們常常 我們這個背的人常常就有空間 你都問為什麼你想要吃飯的時候 一定是吃白米飯 然後你老師說麥當勞是垃圾食品 明明麥當勞是人家的正餐 你懂我意思啊 然後那個麵包夾一塊漢堡肉 它不就是你的包子嗎 你的肉包子嗎 那是方便取用的啊 它缺哪一個營養 但是你就是要把它說成垃圾食品 你到國外去的時候你吃個假雞 那個富餐就是一堆炸薯條 這是他們的白米飯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一個繼承的環境裡面 我們會不知不覺以為 我們習慣的所有的事項都是天生必然 或者是簡稱叫自然的狀態 你懂你想要 其實這些我們所有的生活習慣都是被培養出來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拋開認知到你現在的習慣性 只是一種習慣性的話 那你就很難了 你懂你想要 我講一個很不文雅的笑話就是 當你談到吃飯的時候呢 東方人會想到筷子 然後西方人會想要用叉子 我們用筷子用叉子的人交換用的時候都不習慣 但是其實最聰明的人 如果你覺得那個筷子跟叉子都是吃飯的 理所當然的工具的話 那你就錯了 因為理所當然的工具 其實在印度人手上 因為印度人用的就是上帝創造的 他可以是叉子可以是筷子可以是爪子 你懂你想要 他就已經都內建了 但是你會用 你習慣用叉跟刀叉的那個筷子的人 就會覺得他不文雅 因為你在你的習慣 你沒有辦法擴充你的推論 你的筷子其實是取代你兩根手指而已 你懂你想要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他們這些年輕人面臨新的社會變動 先不管工廠裡面發生什麼剝削人的狀態 但是他們生產的很豐富 很容易取得的金屬 然後他們想要做創作 然後他們就 他們常前輩或者是新古典主義的那個系統 就會告訴他們 你必須要從那個希臘的三大祝師的雕獸 埃及的雕獸的那些圖形裡面去做 然後他們問一件事情 那些圖形從哪裡來 那些圖形就是古代的時候 希臘人埃及人 然後他們想要裝點他們 就稱讚他們的對象的時候 他們想到身邊最漂亮的就是盛開的花朵跟水草 然後充滿了活力 然後他想把這些東西去 然後禮戰對方 然後他們就會把它割下來綁在上面 所以現在有一種說法 古代的柱子很可能是木頭 然後他那個柱頭的裝飾花紋是從哪裡來的 那就是早期是用真實的花草綁在上面的 你懂得知道 但是問題是當他們發明 他們可以用石頭取代木頭來供奉他們的神像 供奉他們的君主 然後那個石頭帶跟木頭的差異就是 他可以永垂不朽 那木頭會更換 那他們覺得就用石頭來取代 可以安視著他們這些神本身的 那一種超時空的能力 超越時代的能力 但是接下來綁在他身上的花草 卻會哭乾 那不是很有趣嗎 就是那些稱讚他的那個華麗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跟著時代跑 所以就有人很這樣的 這一種很偏執狂的 用一些很粗糙的工具 努力去打造出花紋的樣子 把石頭變成花般的柔軟 那就是古代人創造 但是問題是現在這一些年輕人會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想表現那個花的柔軟美麗 我們還有更好的工具 那就是金屬 因為那些花草的柔軟 你硬要在石頭裡面雕出來的話 他怎麼看都還是硬硬的 你懂得知道 那所以如果我用金屬做的時候 我的金屬可以非常柔軟 非常柔軟的呈現 那不是可以打敗你們那個古代人嗎 所以我們兩代不同的人 在整個地球的不同時空 看著同時存在 就是一直都存在在地球上面的那些美好的花木 然後現在我們要把它再現 你只有那樣的一個石頭的工具 但是我有更多的工具 為什麼我的眼光也不見得會輸給你 然後但是我就不能用我的眼光 用我的工具 用我的手 來做出一個東西 必須要應循你在一千年前做過的動作 所以這個事情裡面 就產生了他們 就是進一度運動的人 在尋求這樣的合法性的說法的時候 他們發現英國藝術工業運動 等那一個長掉自我 長到當下的那一種長法 是很符合他們的 但是他們會跟藝術工業運動的差別在哪裡呢 那是英國人比較老實 比較穩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紅屋 它是農村的樸素的樣子 你懂得知道 但是在西歐的藝術家 他們的就開始變得比較靈動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 新藝術運動跟那一個藝術工業運動 然後相同點就是他們彼此都長掉 當下的創作性 原創性 然後個人的獨到的風格 他們共同是在這一個點上 但是不同點上呢 那就是新藝術本身的使用的工具 跟那個審美的態度 那就更趨於動感 然後很強烈的動感 因為它是城市的 那動感的原因從哪裡來呢 第一個觀點就是 因為工業革命出來了以後 整個西方的社會的發展都變成很快速 你懂得知道 以前在這個地方生產的東西 透過火車 它很快就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地了 那這個速度演變到今天呢 那全世界同時都iPhone14出來 就大家一起收到了 你懂得知道 然後等到第二次工業革命出來的時候 那個電報出來了以後 在這裡發現了一個什麼樣的新技術 那個技術馬上透過電報傳到別的地方去 別的地方正在做實驗 發現你已經做好了 那他也知道你做到什麼程度 他接下來就接力在你上面繼續做下去 所以整個的訊息速度變快 流動速度變快 生產的技術 然後改善的速度也變快 所以整個的世界跟以前用馬傳遞消息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認為 當時在19世紀後段 他們認為那個時代精神的特質 就是動感 那個新古典主義的時候 的時代精神就是靜態 你懂得知道 所以他們家確認動感的時候呢 他們是創造就跟衣術工藝運動 在還是在英國的紳士系統 所以那個他們的價值觀 其實還沒有感受 雖然工藝文明是太英國萌芽的 但是英國的社會還是相當保守的 所以他其實那一個強調個人的那個風格的方法 是英國發生 但是真正變成蓬勃發展的是 在西歐大陸在新藝術的部分 他發展的部分也是有很多層面的 我故意取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前陣子 台灣也很流行的 你在一些二手店可能會買得到 那就是那個新藝術時期的燈罩有沒有 那這個燈罩呢 他的那一個支撐 故意做成那個很像藤蔓的那個成長 還用金屬才做得到 然後上面這個燈罩 燈杯那個是一個玻璃 然後這些是彩繪玻璃 但是玻璃的生產變普遍化的時候可以做到 然後上面這些花草樹木跟一些零食 這些元素全部都是創作者 我在這裡就不列那個創作者的名稱給各位看 基本上這些都不是古代藝術的複製品 他們都是一個獨立的創作家 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風格 那這個是個畫家 那個時期裡面 他們很喜歡畫水草 因為它有線條 然後構成一種那個曼廟的那個流動性 然後女生的線條尤其是可貴 而且是年輕的 所以這個運動有時候 在別的地方 比如在德國 他們會稱它叫青春風格 就是他們是很年輕的 青春風格其實就是代表著新藝術裡面的一個態度 他們會認為古典主義是老年風格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們本身就是要唐料的現代 當然這個青春風格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就是當它變成一種理念的時候 那個青春也就代表著我們心裡面的某一個美好的狀態 你懂我意思嗎 那動感也是那個時代的動感 然後那個時期裡面說福士衛的影響 整個的畫面 他們不需要變成立體的 他們很喜歡平面的 因為立體的那種透視畫法 是文藝復興的時候發明的 也就是他們新古典主義在文化上面的一個表現特色 但是他們會發現福士衛可以用惡上度 就可以呈現那一個豐富的那一種所謂的立體感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是一種新的表現的可能 所以這一個就無以名狀的 這是一個花瓶 然後你會看到的好像是很多的那種樹 榕樹最容易看到就是那些七根有沒有 然後蔓延糾纏 然後成一種一個狀態的形式 那這個是一個松針 然後就是很流動的一種構成的方式 這是新藝術裡面的一個很基本的特質華麗 但是不是Lococo的華麗 它是唯美 然後在建築上面我們就看到 然後這個是McIntosh的門 如果你去格拉斯哥他的那一個咖啡廳 那個茶師的門 然後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說明的 一個比利時的建築師做的房子 裡面充滿了曼草的那個形態 那這一個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那個高地 巴塞隆納的高地 他是一個比較獨特的新藝術運動的人 那這個是德國的青春風格 這是一個攝影館 然後你看到這些窗口 你會感覺到 在日記時期很多窗口都這樣開的 都類似這樣 日本人受他們影響 然後那這一個是畫一條東方的龍 然後他們想像東方的龍 那這棟房子本身的皺褶 是非常多的皺褶 讓他變成一個非建築的狀態 那當然新藝術不是全部都是OK的 但是我想在這裡請大家注意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本身是從英國藝術供應運動 然後跳出來 然後變成了一個變成了一個非常 變成一個藝術供應運動 變出來變成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一種動感的一種表現 然後有個人的狀態的表現 後面這裡我大概想再介紹幾個建築師給各位做參考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去尋找資料去看一看 這一個叫做和塔 就是他是一個比利時人 但是他作品大部分都在法國 然後這一個房子是他替一個業主座的住宅 然後這個房子裡面最獨特的事情 你可以從門上面的這一些分割 然後看到他在這根柱子 這根柱子一看就知道其實是假柱 因為他這根柱子到了頂上的時候的柱頭爆開 然後再變成很多的分支頂的那個上面的空間 但是他的爆開 其實你看整體的扶手欄杆跟長壁的壁紙 然後跟地毯他都呈現了我剛剛講 充滿了各種水草分布蔓延的流動性在上面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根柱子好像在詮釋一個力道的傳遞 好像說上面有個東西壓下來 這根柱子要頂著他 你看到我的手有沒有 一頂的時候就分開來了 所以這個爆開的狀態又呈現他拖住的感覺 也好像安示他承受的力量 但是其實這個是演的 這個不是真實的 你都問一下 然後所以他整個這一些元素 他就是一個裝飾性的狀態 新藝術最常被後來的現代主義者 詬病的地方就是他們的所有的豐富的表情 都是在做裝飾的工作 雖然他們的裝飾語言都是原創的 但是他們的語言都不是用傳統的語言 問題是在後面的現代建築看起來 他們並沒有提出一個根本去除裝飾性 對建築的那種影響的那個做法 就是說他們沒有辦法違規建築跟空間 跟構造之間的真實性 而是變成一種裝飾性的自我的開發 所以他有原創性 這些元素這些登記都有他們自己的原創性 但是他們的原創性不是徹底去翻轉建築基本的定義 你懂得一下 他們還是認同傳統的定義 也就是說建築只是一個土木的棚子 然後透過藝術的裝飾、裝修語言的填補 他才能夠變成一個建築 因為類似裝飾語言會讓他變成有氣質 你懂得一下 只不過現在他們的裝飾語言不用傳統 他們是用自創 所以對後代後面的現代建築來看的話 覺得他們其實是古典人的同路人 只是穿著新的服裝而已 那個腦是沒改變的 所以其實從後來的現代主義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認為新藝術根本就不是他們現代主義的一部分 但是那個新藝術是最早宣稱它是現代建築的 就是現代設計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們所謂的現代 就是因為他們所有的那一些豐富的創意 然後它是跟古代人是不同的 所以他認為它是現代 請注意這種觀念 這彼此立場的認知的差異 那現代主義會認為說 他雖然有自己創造那個建築的 那個裝飾的語言的能力 但是他沒有顛覆那個傳統對建築跟裝飾之間關係的那一種狀態 他沒有顛覆這個事情 所以建築還是變成裝飾的依附者 所以他們認為那新藝術是跟新傳統是同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但是我們已經在新藝術上面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 建築可以反映個人的風格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建築本身可以產生符合時代精神的審美的狀態 那就是一種動感 那個動感是古代的社會 就是在古代的階級社會裡面 那些人際關係 那些社會的狀態 那個變動性都很緩慢 你懂得說 但是在現代它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新藝術反映了這兩種狀況 所以他們就是他們用了現代的技術 證明現代技術是可以產生一種新的語言的 然後他們也反映了時代的動感 所以這個是新藝術本身在整個現代建築 觀念轉變的過程裡面 比那個藝術工藝運動更添補了一些成分 所以它是一個修飾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在這個時代裡面很重要的人叫做吉馬 就桂馬 桂馬你現在去巴黎的時候 還有人有很多在1900左右前後的時候 巴黎地下鐵印出來的時候 他們所做的 所做的這一些 這一些地鐵的出口 那時候幾乎所有地鐵出口都是吉馬做的 所以當時他們都稱吉馬的做法是吉馬風格 在巴黎很流行 那我故意用這個出口的扶手欄杆的單元給各位看 吉馬的流動性有點像我們顯毛筆字那個 叫做北威的書法 就是有一種書法 柳公泉的話是輕條的飄的對不對 那有一種學法是那個一下米下去 那邊拉下來的時候 然後一頓 然後就很像個骨頭結的那樣的一個結點 它的力道 它的力道就是看起來好像很頓 但是當你看到它的結點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那個力量就是突然被煞車的感覺 你懂得知道 所以它的流動性不在於像那個河塔那樣 就是啫啫啫這樣飛的 它的流動性是有力道的 然後當它凝結的時候 那個力才給你感受得到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態 但是它所做的這些家具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明顯這些人全部都在偷學東方的家具 就是明代家具 這一些事情 他們都是 因為那個時代裡面 在新藝術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剛剛在你都看到有個櫃子 就是那個Morris那邊 很像是那個埃及 羅馬或埃及的那一些裝飾語言 因為那個時代裡面 17 18世紀 他們已經開始往東方去探險 就是去那邊去挖掘 然後找出舊月聖經裡面 舊紀錄上的一些舊東西 所以他們都對那個西東方的那一些建築的語言 那些以前沒有被收納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新藝術的系統裡面 因為那些都不算是他們確認的那個有氣之波 然後那一些事情都拿出來 所以他們想擺脫新文藝復興的那一些價值 或者是審美 他們就是會往那個沙漠裡面去找 往東方裡面去找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皮卡索的時代就往非洲裡面去找 你都會知道 這些非西方傳統的狀態的審美 然後來給他們這一些反學院的人的一種一種增添一些美感 這個房子很可惜 這個房子很可能是新藝術裡面最重要的一個表現 這個房子裡面可以坐三千人 是一個音樂廳 然後你看得到的這一個房子 起碼做這個房子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用到我們今天高鐵的很多的乾垢教的類似的觀念 我們高鐵的乾垢教都是變比較僵硬的那一種形式 因為他們把它幾何化 它根本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花 那個燈照一樣 下面所有這些主要的支撐的鋼管 它會變成了好像樹幹那樣子的糾纏 就是有點 以今天計算的方式來算 也許這個這種的方式有點浪費 但是它產現了一種血液的狀況 整個的房子有著很流通交錯的那個樹枝的蔓延 等同把那些登記的做法變大成一個房子 只是這個房子才用沒幾年 因為它本來是蓋起來要欠給教會 結果教會不要 不要以後他們就開始變音樂廳 然後來營運的關係又變成那個大雜會的 就是各種活動都可以在裡面做 就是變成像做那個政治宣傳也可以 做歌劇也可以 然後到了1904年才沒幾年就拆掉 這個很可惜 就是它整個的房子呈現的是 新藝術從小型的裝飾 裝修跟那一些物品 然後一直擴充到建築的規模 證明他們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的 那這一張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們可以做政治宣傳 然後在表演後面那一時候還有那個工琴 所有這一些交錯的 差分支的這一些鋼管 他們都落在一個墩座裡面去承受他們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蠻有創意的案子可惜色 那規模本身呢 現在 現在它留著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門 這是一個在巴黎 在巴黎鐵塔對面那個 夏勒宮旁邊的街道裡面有一個轉角 那就是這個公寓現在都還在備用了 所以還留著還蠻高檔的公寓 然後它的這一個門呢 現在已經變成古蹟了 不是整個房子變古蹟 是這個門變古蹟 所以這個門道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門道一座就是非對稱的 你一下子就抓不到它怎麼打開的 你會知道 它好像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分成那樣 所有的那個金鐵到最後結束 都是一個很硬的一個點的結束 所以它的速度是好像是被緊急剎車產生的結果 然後這一個拱 這還是傳統的概念 然後有柱子撐著它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柱身跟柱頭跟柱肌 已經不是希臘的那個時代裡面的線角 然後拖著的時候 它好像變成一個融掉的蠟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Google看清楚一點 那這很像融掉的蠟 其實它要呈現的就是新藝術本身的那種流動性 所以這種流動性的無以名狀 它也不是蠟也不是石頭 但是它就是要更硬更軟 然後跟穩定跟流動之間形成對比 然後它塑造出它自己的很獨特的審美 你看這一個拱心石也被改成的是 一個這樣的很奇特的一個雕刻的狀態 然後進去裡面這個通道上 因為那個時代裡面的公寓 歐洲的公寓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它的主入口在這裡 然後這個門是在這一邊 他們就進來以後這個中庭裡面才有樓梯 然後去每一戶的你懂我意思嗎 跟我們台灣的做法是不同的 它是進去裡面的 那所以進去裡面這一些做到這些鋼 它形成了非常多的慢腾那種流動的狀態 它是裝濕的它不是沉重的 但是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然後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新藝術最獨特的人叫做高地 高地在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在西班牙的文化 本來就很不西歐 因為它曾經被南邊的那一些阿拉伯人佔領過 摩爾人佔領過 所以西班牙是一個混種的歐洲國家 它有西歐的系統 然後但是也有東方的那一種系統 所以它本身的審美就充滿了一種 對歐洲人來講也算是異國情調 只不過在19世紀的時候 他們的城市改革的時候 他們也是學巴林 所以到那個巴塞隆納去 你會看到很多過去的那一些公寓 感覺都很像巴林的那個風格 但是高地做的房子是很奇特的 高地這個房子 什麼時候看都很奇怪 就是在一個房子裡面 你根本沒有傳統可以去談論 但是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你會發現 這個看起來好像長滿顯的皮膚 有遺鈴的感覺 它是陶片的 然後這些陽台 每一個陽台看起來都好像一個魚下巴的骨頭 你懂我意思嗎 好像是骨頭 對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這一些呢 也不知道做什麼用 遠看來很像一個海蟑螂有沒有 那是海上面那種爬騰的東西 然後上頭上面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跟那個陶館 其實高地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他在那個時代巴塞隆納跟西班牙 是在爭取獨立權 所以高地是巴塞隆納地區的 那一個分離主義的分子 所以後來那個被壓制 但是他們一直想要獨立 前任者不是也在投票做通過 要跟西班牙獨立嗎 對不對 後來又被西班牙鎮壓 他們那一時候呢 對抗西班牙的時候 他們就把西班牙當作外來敵人 所以他們用一個 他們地方上聖經的故事 那就是有過去有一隻龍 然後在那個地區裡面去試虐 所以很多人都去對付他的時候 都被他吃掉了 後面這些煙囪看起來都很像那些鋼盔 騎士的鋼盔什麼的 你懂得知道 就是在屋頂上 在屋頂上這一些 就是高地的房子最有名的就是這一些事情 其實他的故事裡面就是 後來有一個騎士 也就是一個主教 然後就過去跟那隻龍 然後打了三天三夜 終於把那條龍殺掉 然後到最後他們就是要對那一個騎士 然後就歌頌那個騎士 那時候他們的分離 分離主義者就是把那個故事 把龍當作西班牙人 把那一個騎士當成是他們的民族救星 所以他們要救他們的民族 所以高低的建築從頭到尾都是政治論述 你懂我意思嗎 他並不是在很老實在做建築 他做的都是政治論述 所以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屋頂的突出物 他給你看到的這一種很像龍骨的狀態 那是莫名其妙的某一個器官 然後所有房子裡面的突出物 跟那個煙囪排氣管 全部被裝飾成這一些元素 這些元素怎麼看都很像是有某一些 就是那種人騎士的意象 那種騎士的意象更明顯的會出現在這個案子上面 就是這一個那個卡薩米拉 你看到這一些人他在上面被風化 然後整個房子的外觀就彷彿就是波浪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案子這一些都是裝飾的 這就不是真實的建築元素 他就是在立面你可以看到的平面 你可以從他的平面看得到 他其實他這些都是多出來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 但是他就給你看起來好像是那個波浪 一波一波一波然後暗示著他跟水有關 然後暗示著沙灘上面流殘下來的殘骸 然後那陽台上面這一些扶手欄杆 很像我們在海邊裡面的那一些枯葉 有沒有他根本就不想要把它做成光線亮麗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在這棟房子的下方 你會看到他的柱子 這根柱子的貼這個不是摔摔喔 他你到現場去看他就是要做成這個樣子 然後看起來好像已經被泡在水裡很久 那個柱頭都已經飄軟掉了 然後還有一個潛水艇的人 留著那個罩子在那邊 所以整個房子裡面 其實他要談論的事情裡面 這一些他發揮的元素 都是在談論著那個政治的因素 就是我再給各位看一下這一個 那誰在這個這個呢 這個八樓這個案子呢 其實更清楚的是 二樓根本就是一個孤樓頭的變形 你懂不懂嗎 好像是那個死人的變形 然後整個的空間 在這一個二樓的裡面 後面這個客廳所有的事情 都變成一種很像那個沙灘風化 要轉動的感覺 這些流動的線條都是 都是那一個新藝術的 但是高低在西歐的新藝術 很不同的地方 西歐的新藝術都是從花草樹木裡面 得到唯美的事情 而高低呢 他是從那個人體 所以他的平面 他的房間都是 他認為他稱他的房間叫做細胞 好像是一個生物的細胞體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細胞構成 然後那個細胞本身的線條也是柔軟的 所以柔軟的線條還是新藝術的 但是他想像中的那個設計的元素 不是植物是聖物 你懂得知道 而他的動機就是 因為他要去談論的事情 是那個很政治的 所以對他自己的一個非常獨特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室內的時候 你一樣看到這個房子的中庭 這個房子的中庭 他就是貼滿了跟水有關聯想的顏色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這一些空間裡面有很多很奇怪的窗口 很流動的窗口 這個我就想像 如果晚上停電坐在那一邊 會不會很害怕 其實後來疫情很多的 那個藝術指導從那邊得到靈感 整個的房子裡面有很多很不貴的 反正那時候裡面 那個古典樣式就是他們不要的 然後這一些形式都是他們自創的 然後他們的風險就是 他們要自己做出讓人感動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你到了現場 你根本就拍不到這種照片 充滿了人 每天都是人 等很久 這條樓梯 你看這個樓梯的這個 這個裝飾就很像是一個脊椎骨 整條脊椎骨彎上去 然後就進去一個無影名狀的柔軟的空間 然後有無影名狀的窗口 就很像你不小心被鯨魚吞到肚子裡面去 然後看到的那一種景象一樣 所以這個是高地的 很獨特的新藝術的狀態 然後新藝術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獨特的派別 這個獨特的派別 就是跟剛剛講的青春央司 那些德國的都不一樣 因為 這個派別是在奧地利 在維也納 他們稱他們叫做分離派 他們宣稱分離派的意思 就是從羅馬人 那個羅馬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們的奴隸在反叛 你懂我意思嗎 要跟他們那個貴族對抗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個分離 用這個典故來暗示著他們要跟新 新藝術 或者新古典主義做斷切割 就是很明顯 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 藝術公益運動已經不小心把傳統撇除開了 但是他們不敢伸張 然後新藝術運動很CO的主流 他們很多人也是繼續不伸張 只是埋頭做著自己的反動的動作 然後但是就是維也納 這個分離派很明白的 一出來就宣稱他們要擺脫古典樣式 然後他們要按照他們的老師 裡面有一群學建築的人 到奧文里克 然後那個浩文 這些人都是建築的 那這個克林姆你們都知道是一個藝術家 他們以前的藝術家 就是這一些做工藝的藝術的長行都在一起 那個坐在喝酒聊天 然後他們現在有共同的想法 他是在繪畫裡面去呈現那一個 那一個新藝術的狀態 克林姆的話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情慾都呈現出來 情慾的那一種感覺是過去的 那個古典繪畫裡面要克制的 不能把自己變那麼情緒化 要假想是一個很端莊的狀態 但是他們現在是很敢把這種情慾表露出來 然後他之所以呈現這麼哀傷 就是因為他的身體開始老化 你可以看到他的乳房 就是他呈現就是這樣的一種情緒的變化 那奧文里克他們這些都是學建築的 所以他們當時就是以那個 他們的在維也納的那個任教授的瓦格納 這個瓦格納不是彈鋼琴那個瓦格納 不是喔 就是瓦格納來看齊 瓦格納就很像拉斯均一樣 就是在分離派裡面的角色 跟拉斯均對那個藝術工業運動的角色一樣 他當時寫了一本書叫做現代建築 所以那個時期他已經稱他們到現代建築了 但是現代後來的現代主義建築 他們還是覺得他們不算 你知道嗎 那他的現代建築彈掉的是什麼呢 他已經彈掉我們應該重視當時發展的工藝 就是那一些鋼鐵發展的狀態 如何把它納在創造裡面 然後另外他也發現那個工藝時代的精神是理性 所以如何把理性跟新藝術開始發展出來的 非常氾濫的感性要能夠綜合下來 那這個是那個瓦格納在他的現代建築的想像裡面 就覺得這兩者應該取得一個平衡 而且那個時代精神應該是往理性走 那雖然的話是這樣 瓦格納自己的作品也沒有辦法馬上就做到這個程度 那這一次我暫時就不讓 沒讓各位先看到那個瓦格納的作品 我們等下一個機會的時候再讓大家看到 那瓦格納其實是現代建築很靠近的人 因為他已經把某種 就是說新藝術你前天看到的這一些 他們這種很奔放的感性 然後甚至大量用裝飾的手法來完成的過程裡面 他開始好像要給他們 好像我們做義大利麵這樣 要開始收支了 你懂為什麼 他要開始要把他的理性建議他們放進去裡面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那個瓦格納的分離派裡面的一個狀態 到了這個20世紀初期的時候 日本也有一群年輕的建築師 在他們的大學畢業的設計的時候 他們那一群人自己在做展覽的時候 然後也成立了一個宣言 他們也稱自己叫分離派 他們就學這一個維爾納的分離派 那這一些字 我在這裡看不清楚 你可能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 是那一個奧伯里克 奧伯里克 所做的一個設計 今天都還留存著 雖然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被炸過 然後德國人撤離的時候 又炸他一次 然後但是他現在大部分都被重建起來 按照原樣 因為那個時代 設計圖都已經能夠留下來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分離宮 他其實就是分離派自己成立的一個展覽空間 所以他裡面是要辦展覽的 然後辦的展覽是跟推動他們的想法有關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動作 這一個房子裡面有非常多這種裝飾性的語言 那甚至呢 你會看到 在這個門下方 這一些很豐富的數月的構圖裡面 這三個人的不同 好像希臘裡面有一個三組人的不同的表情 有點像那個日本的一個不聽一個不看這樣子 然後頭上頭髮下來變成蛇 蛇應該是表示是一束的靈動性 你可以看到這一些構成本身 然後這一些上頭密集的樹蟲 他們彷彿從那個雞 那個柱雞上面長出來的樹 然後樹幹蔓延然後再形成上去 這一些蔓延過去 在上面密集的東西 他就是取代過去傳統建築裡面的那一種 在那個那個牆上頭裡面的裝飾 裝飾的紋路 但是他們現在的裝飾性呢 雖然還是葉子 然後擺裂的方式還不是那麼規矩 但其實他們要隱約有一個規矩 你看這些樹長到這裡來的時候 他會變成有一條縣結樹 有沒有 他們已經有一個規矩 所以他其實已經有一個幾何的關係放在上面了 你懂嗎 就是說在那種狀態裡面 這個如果把它跟前面的新藝術比的話 這個房子從他的情形體的對稱性有那個圓頂 這在某種程度你可以看到一個事情 第一前面講的他們重新思考 等於約束他們的泛濫的感性 那是理性的進入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第二 他們的能夠想像的理性 明顯的沒有往前看的理性 他們是往後看的理性 所以整個的房子的構成 還是文藝復興的對稱性 甚至上面結束還要做一個圓頂 那個就是文藝復興的圓頂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圓頂是空的 這個圓頂是空的 是三千多片杜金的葉子所構成的 所以以前的圓頂是石的 那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但是現在它是空的 他用葉子 彷彿很像那個希臘的桂冠士人 有沒有 以前希臘人在比賽運動結束的時候 都會給他掛一個桂冠 所以這仿佛好像是去權力化 雖然擺脫不了 他們想像不出一個理性的 建築的形體應該怎麼做 然後離不開文藝復興的架構 但是他們也試圖弱化 這一些傳統元素的那個角色 然後就把它那個意義 試圖把它墊覆下來 讓它從權力變成了一種 一文的容易性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感受到 這一下面這隻葉子 就是這個觀念的那個傳達 然後看起來好輝煌 但其實他們都被約束住 然後變成很清楚的方塊 然後組織起來 那他們這個時候 這個房子上面寫了一排字 那排字就代表著他們的精神 這排字就是 治美國時代的藝術 那個意思就是說 他們要尊重每一個時代自己的藝術 這是反傳統的態度 然後他治藝術的自由 他就是要讓藝術本身 能夠得到自由的表現 這樣 所以這個分離派的態度裡面 就是很明顯的 跟新傳統主義裡面充滿了規範 要遵循古代人的意志的這種態度 他很明顯是要對抗 所以他覺得每個時代要有自己的藝術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管那個傳統 然後我們要尊重每一個藝術 有他自由發揮的狀態 因為的藝術家本身 他們可以自由呈現他們的個性 你懂得知道 所以他們這個所謂的分離工的精神 就在這一排畫裡面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困境 他們也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不用古典的形式來呈現理性 該怎麼呈現 但是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這棟房子 你看它的平面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棟房子的構造 已經用了很多這種 那個上一個單元我們提到的 剛構的技術了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是個古代承重牆 很厚實的建造出來 其實它本身的空間是流動的 它沒有柱子 因為它都用缸構裡面去秤它的房子 所以它其實的空間的產生 它如果是過去用承重牆的話 那這一道已經是承重牆 這一道承重牆 然後來支撐著這個樓板 所以他們的空間就不能隨便都打通了 它這個房子是當時一出來的時候都打通 這個 這個反而比較不能打通在前面這一段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記得我們上一個單元 它的構成有點像那個火車站 你懂得一下 火車站前面還是古典建築 然後後面呢 它已經用大棚架形成一個大空間 那所以這個房子已經有一半是在現代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不用古典的對稱的形式 如何呈現一個端莊的態度 你懂得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就是我們之所以說 在這樣上一個單元有那樣技術開發的狀態之下 那現在這個單元 然後他們面對的一個技術開發 他們怎麼回應 那現在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到來的事情就是 他們的回應方式很明顯的 他們做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長雕個人風格的存在 然後長雕當下 所以那一個歷史的英雄被他們排除掉了 所以他們等於替現代建築的產生做了第一個動作 那就是排除傳統在這個發展過程裡面 扮演的絕對性的那個支配性 支配的狀態 然後再下 但是他們還有一個缺點 他們沒有辦法變成現代建築 因為他們所有的改革都放在裝飾的語言上 所以對後來的現代主義來看 他們只不過是跟西方跟傳統的人 唯一的差別是裝飾語言的那一種產生的方式 以傳統的還是按照傳統的來英雄 他只是做了自創 但是問題呢 他們並沒有改造建築本質上的構造性 然後來對應著 當時大量的工人缺乏合理居住條件的狀態 所以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個這種新的那一種個人化的產品 他們的售價蠻高的 所以Morris賺了非常大的錢 然後Morris晚年的時候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Morris後來晚年的時候 他就遵行類社會主義的態度 來進行對社會進行一種補助 或者是他推動一個所謂類社會主義的福利的狀態 希望能夠讓整個社會的那種被剝削的人 他能夠幫忙一些 所以他在政治上也有做這樣的角色 所以這一些還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很徹底的改進 所以也就是在這種狀態你會發現 在19世紀的後期甚至20世紀初期 歐洲其實是很想改革 但是他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去改革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這個單元 來跟各位介紹到一個的重點 我們下一個單元是要談論說 什麼人來幫他們解決他們這樣的一個漁獲 就是說那未來的建築可能要怎麼樣做 才不是改裝飾語言的狀態 而是徹底改革建築可能的基本設定 那我們在下一個單元再跟各位說明這個事情 好不好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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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